我们现在来观看另外一个重点了 就是说现在这是一个连续资料不可以排序 可是我们总会希望说各年它的产品销售是怎么样 假设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分析 那其实这个是各年的销售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各产品的一个销售 然后到时候两张资料表来去两张视觉分析叠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各年各产品销售 好所以我们再做第二张 例如说我们画原型图好了 对不起我们游标在这边点一下 刚刚是不是选到这里 如果你直接点原型图 他就直接把图标改了 好所以第一件事在这边空白地方点一下 第二我是不是要各产品 各产品 所以呢我就先把产品类别 产品类别 我先勾这个原型图 然后产品类别 接下来销售额 他是不是就帮我算出来 算什么内容呢 好一样我稍微把这个 这个内容稍微放大一点 例如说这个值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应该叫做标题 然后标题里面 我们把这个字稍微放大一点 那你一定会说这为什么叫标题 好 你看一下这个标题文字 文字大小 好 还没变大 这边应该还有一个叫做详细资料标签 看一下 这个详细资料标 就是标签对不起 应该讲标签位更适合 那个标题是这个 标题是这个 那当然我们也会想说这是分类的标题 标题标签其实是差不多的 我们就去找这里面的标题 好那我们这边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看到什么 这是不是产品类别的销售 对不对 有看到 这是各年的销售 这是产品的销售 可是现在看到都是种子 全部资料都放在一起 全部倒进去来去做分析 那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点2016 他就直接给我看 2016这三个 类别产品的变化 看得出来吗 谁最多 黑色的家具最多 那2015呢 技术最多 请问这算不算是一个问题 这老板 如果我是老板 我就一定会问 为什么2016年 家具最多 对不对 就是 我会这样问 就是说2015年 你看2015年 技术最多 对不对 然后2016年 变家具最多 看得出来谁最多吗 是不是来比 看谁在最外面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你要知道老板在想什么 看这个图 是不是就可以了解了 当然 你资料科学家 可以 资手这天 不给老板看 仪表版 你各自给他看两张图 那是以色雅 可以了解吗 请问一下 左边这张图 以色雅画得出来吗 可以哦 你不用点 我点一下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是不是都在看这边 所以只有这边我回应 这边都没有反应 请问一下 左边那张图 以色雅做得出来吗 做得出来 右边那张图 以色雅做得出来吗 可是 可是 联动 以色雅做不到 你可以 只手这天 不给老板看联动 但是 我要告诉你 老板最需要的 就是联动 他就一直在思考 我的顾客在哪里 对老板来说 绝对会比 他的员工在哪里重要吧 这样可以听得懂我的意思哦 请你们以后 请你们一定要跳脱 以色雅的思维 然后 进入到大数据分析的领域 他一定会追问你的问题 你不会想说 我对 我就要分析这些给老板看 老板才会觉得说 你在做 对的分析 可以了解哦 好 所以请你们 请你们 请问一下 这张图很容易画吧 对不对 其实我们先画出 这个 各类产品各类哦 我们先不要看 只分类 每天各类都不知道了 你还去看只分类 对不对 我们先看 各类产品的销售 这个 这个 各类产品的销售 来去点这个各年 通常我们只比 今年跟去年 你去看这两年 你就会知道说 这边的差别了 好 这边 产品 类别的差别 请你们 现在来去做 各类产品销售 我们先去看这边 我们先去看这边